客人可以首先傳出一些3D配圖的設計給我們 然後我們第二天才叫他們下來拿 意思是說可能你男朋友女朋友生日 你弄了一個圖案 你給了我 我幫你印刷 然後印刷一塊曲奇餅 很帥 我放了一個很生泳 或者很有設計的盒子 我就可以再買得高一點的價錢 它將完成品印刷出來之後 它不是真的能吃的 它還要經過一個程序 它就要放一個焗爐 再焗 因為始終它是一個麵粉 在3D打印機的層面 它只是幫你打印了那個形狀和設計出來 之後要自己再做加工